今天这盘棋是2018年韩国第十九届卖星杯九段战当中一盘棋 对见的双方是李昌浩和李世史 这盘棋是两位传奇的棋手在正式比赛当中最后一次交手 非常值得大家来纪念 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李昌浩10K先行 白棋李世史 星小木二连星 黑棋先大飞手脚 白棋直接点脚 那么黑棋这个大飞手脚和白棋这个点脚 都是现在人工智能非常喜爱的下方 黑棋挡住 白棋二入班以后 普通黑棋会选择拖线 李昌浩直接偿泪 继续加强自己的外势 白棋当然分头 黑棋从这个方向逼住 逼迫白棋靠向自己的后势 也是正确的方向 白棋跳 黑棋从上方阵住白棋 然后白棋跳 黑棋跳 白棋收脚 那么下一步黑棋 就不肯再点脚 被白棋从这个方向挡下去 黑棋从上方爬回去的话 在这一带黑棋的刑期效率非常的低 十大黑棋挂脚 白棋二接高加 黑棋反加白棋 白棋扣押 黑棋点脚 这都是非常常见的进行方式 白棋一会 黑棋爬回去 那么下一招期 白棋为了加强布局的速度 选择的是拆边 那么这时候白棋最后势的下场 是吃住这个黑棋 白棋拆边以后 黑棋二五七分 白棋先扎定 黑棋拆边 白棋打路 那么下一招期 黑棋如果选择二五拖的话 白棋退 黑棋站住 然后白棋再吃住这个黑棋 那么左边黑棋这个棋形非常的局促 还没有活 这是黑棋不满意的下方 那么深战李超浩选择的是灵活转身 出动这个子 白棋压住 黑棋再长 白棋一挡 黑棋二路搬过 先确保左上角的失地 白棋捕住断点 那么下一招期 黑棋普通 是单跳 然后呢白棋跟着跳 黑棋一个扎钉 瞄着两边的托过 那么作为白棋来讲 大致要跳出去 这都是双方非常自然的下方 实战李超浩走得非常有意思 走了一个大条 很显然 这白棋又有一个靠段 那么黑棋之所以选择这个大条 也是要远远的瞄着右边三个白棋 同时呢先破坏白棋中央发展的潜力 实际上白棋靠压 李超浩选择这个大跳 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就是将来在左边 黑棋有顶白棋挡 黑棋二路搬的一些味道 那么白棋 靠压黑棋以后 黑棋从这个地方拐了下去 这招期也非常大 一个是加强上边这个时空 下一步呢 黑棋将来这个力是先手 白棋还有挡 那么黑棋先手力到这 对将来攻击右边白棋的眼位 有一定的好处 那么黑棋拐着 白棋大跳 这是双方的形势要点 如果在这一代再被黑棋打飞起来的话 上方模样非常漂亮 白棋大跳出去 那么下着起来的黑棋重要一调 对待黑棋这个调 白棋在这一代不太好补气 因为在左边 黑棋有很多形势的手段 白棋的味道非常坏 于是呢 李适时对待黑棋这个调 置之不理 先在上方动手飞了下去 同时呢 下一步将来瞄着这个半 黑棋一飞 开始进攻右边的白棋 刺了一个 那么对待黑棋这个刺 白棋不肯三路打 因为黑棋这个力士先按手 白棋还要挡住 黑棋这个地方不是冲 冲完了以后 白棋一挡 这两个黑棋气比较紧 在这个地方 黑棋是要贴一个 白棋站住 黑棋从上方扳住白棋 右边的白棋还不活 棋型呢 也非常局促 还要遭受黑棋的进攻 那么实战对待黑棋这个刺 白棋没有挡 先扎住断点 黑棋 从上方震住白棋 非常有气势 白棋一飞 一个是要在这一带出头 一个是呢 要下一步从这个地方 冲断黑棋 黑棋 继续从上方封锁白棋 白棋先拐 黑棋一顶 白棋压出去 黑棋往下护 白棋让手扳 黑棋先断 白棋一尝 黑棋再打尺 看上去啊 这一带的白棋非常危险 那么下一招棋 白棋是从这个地方扑了一个 这招棋不太容易想到 那么白棋这个扑 也是想紧住 黑棋的气 通过外围的滚打包收 加强了自己的气心 黑棋先提掉 白棋 另一个 那么下招棋的黑棋先扳 白棋扳住 黑棋补住这个断点 白棋呢 从这里扳住黑棋 黑棋需要打尺 白棋打尺黑棋 那么这种黑棋不能沾 沾住的话 白棋一打尺 黑棋踢掉 白棋从这个方向挡住黑棋 那么黑棋拐的时候 白棋一退 黑棋这个地方连不回去 所以说当白棋打的时候 黑棋没有站 先沾住这个断点 继续威胁白棋右上角 白棋一离 然后呢 黑棋再沾住 那么有着这一招棋 将来啊 黑棋可以一路爬过 那么黑棋沾住以后 白棋先打尺 黑棋踢掉 白棋护住断点 黑棋先刺 这是一个重要的词 白棋站住 然后黑棋捕住断点 白棋往外滚 那么这种黑棋 如果从这个地方 断掉白棋的话 白棋可以简单的一跳 下一步白棋挡下去 开始威胁上方的黑棋 所以说呢 黑棋还要拐 然后呢 白棋在小间出头 那么这一代的白棋出头以后 中央的黑棋的棋型啊 非常的担保 那么这个地方 黑棋不敢断 黑棋呢 先在脚上点了一个 白棋顶住 然后呢 黑棋这个地方 一定是要扳头 那么下一步白棋需要出头 选择了从这里 靠下去 黑棋搬的时候 白棋扭断 那么下一招棋 李长浩 错失了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实际上黑棋选择是这个打吃 那么这种黑棋 最好的下法 是打吃这个白棋 这个白棋不能死 被黑棋中央开花的话 中央的黑棋非常厚 白棋要长 这种黑棋 只要简单的站住 白棋不太好下 白棋如果这个打吃 黑棋反打 白棋如果这个打吃 黑棋退回去 白棋只是在这一代建立了一支影 所以说 白棋这个时候只能通过这个打吃 黑棋反打 白棋站住 黑棋连接 那么下招棋呢 白棋可以另一个 黑棋一路爬回去 白棋笑奸出土 黑棋断上去 白棋再一拐 双方在这一代展开战斗 那么开局 黑棋能够吃住这一代的白棋 那么黑棋自然可以满意 实际上 李长浩在这一代措施一个机会 选择了这个打吃 白棋一反打 黑棋踢掉 白棋呢就从这一代轻松的出头 黑棋打吃白棋 白棋一长 如果这种黑棋封锁白棋的话 白棋断 黑棋往外长 白棋再一长 那么这两块黑棋啊 黑棋不能加固 棋都非常紧 速度实际上 黑棋又贴了一个 白棋往外一拐 黑棋打赤 白棋先拐一个 黑棋 夹住白棋 白棋先打赤 黑棋站住 下招前的白棋断 黑棋打赤 白棋一长 黑棋站住 吃住了三个白棋 那么双方呢在这一带的战斗暂时定性 黑棋吃住三个白棋 白棋呢在这一带也顺利的出头 那么下一步白棋先往下贴了一个 黑棋往回爬 白棋在这一带开始反击黑棋 那么黑棋呢在这一带暂时没有挡 中央一条 于是要加强中央的黑棋 同时呢从上方来整体威胁上方的白棋 白棋贴了一个 那么黑棋先扳 白棋打赤 黑棋在脚上爬了一个 白棋扳了 那么黑棋这两招棋似乎是在打架 那么经过思考以后 李长浩下招棋 从这个地方 长了起来 继续威胁上方的白棋 那么这一招棋 黑棋还是有点冒险 万一攻不到上方的白棋 那么这一招棋 从目数上来讲 效率非常低 这种黑棋 还是应该通过这种小剑 来威胁这个白棋 护住脚下这个实地 这是比较看得清的下方 那么黑棋 尝到这以后 白棋一跳 黑棋二路托 白棋扳 黑棋断 白棋打吃 黑棋扳打 白棋站住 黑棋从这个地方封锁白棋 那么下一招棋 白棋最稳健的下方 是白棋往脚上爬 黑棋大致要站住 白棋简单的爬出去 那么白棋可以轻松的火棋 那么这是双方啊 基本上两分的下方 那么实际 李适时下的还是非常狠 直接就从这个地方 断掉了黑棋 黑棋如果打吃 白棋踢掉 黑棋如果往下挡住白棋的话 白棋这个立是先手 下部扑进去 可以吃住上方的黑棋 黑棋还要从这里渡回去 白棋这个地方有一个一路搬过 那么这里的白棋搬过以后 那么白棋这个断位置恰到好处 黑棋如果这个打吃 白棋往下立 脚上黑棋的味道非常坏 如果黑棋从下方打吃 白棋藏出去 那么上方的黑棋比较危险 那么实际对待白棋这个断 黑棋不敢打吃 往外一拐 白棋立到脚上去 黑棋先打吃 白棋踢掉 然后呢黑棋一跳 下周期白棋先挡下去 黑棋一顶 白棋一扑 黑棋踢掉 那么白棋呢把这一代的变化全交换掉 下一招棋 白棋一冲 黑棋挡住 那么白棋呢在脚上给黑棋制造了一个打头鬼 白棋立 黑棋打吃 白棋反打 黑棋踢掉 普通白棋再扑一扑 那么实际呢 白棋从外里先封锁黑棋 次序差不多 黑棋小尖 白棋站住 黑棋一路爬过的时候 白棋再来扑 黑棋踢掉 白棋打吃 黑棋反打白棋 白棋踢掉 黑棋踢掉白棋 双方呢在这一代形成一个转换 虽然白棋能够吃住了三个黑棋 但是呢 整体这一代的白棋眼位还不全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只有一嘴眼 如果白棋想活棋 可以爬一个 但是呢 走在里面 对黑棋的外围压力比较小 那么实战白棋从这个地方贴了一个 黑棋一跳 白棋先靠 黑棋搬 白棋退 黑棋站住 那么整体的白棋眼位还是不全 于是呢 白棋从这顶了一个 威胁这个断顶 黑棋没有站 先往下一拐 白棋一路度过 那么下招去呢 黑的本手还是应该补出这个断顶 那么实战呢 李长浩往上尝了一个 那么尝到这 白棋暂时不敢断 黑棋这有一个瓦 白棋打吃 黑棋反打 白棋踢掉 黑棋呢 再打吃 白棋站住 黑棋呢 从这个地方 断掉白棋 虽然黑棋这个肠 白棋暂时不敢断 但是呢 总是黑棋这个断顶 受到白棋的前置 那么下招去 白棋先冲 黑棋挡住 白棋一拐 开始冲击这一带的黑棋 那么下招去 这个地方存在一个断顶 黑棋呢 没有在这一带不断 先提掉了上方的白棋 那么这招去黑棋 还是考虑 应该是站在这 黑棋比较厚实 之所以 李长浩提掉这三个子 也是不愿意看到将来 白棋在这一带 有一些利用 实战黑棋 提掉三个白棋 那么下招去 白棋从这里拐斥 这个黑棋 彻底的把这一带的白棋 先做活 但是呢 这一招棋 还是有点缓 这是白棋 最好的下法 是飞 在这一带 形成很大的墓数 即使黑棋 在这一带 想破眼的话 是要从这里猴一个 那么白棋呢 这里有一个打吃 这个地方是一个打劫 那么现在劫财啊 白棋非常有利 将来这种打吃 这种铺等等啊 有很多的劫财 白棋完全可以通过 劫财有利的这个局面 把这一带的白棋 先做活 那么实战白棋 还是安全为重 先打是这个黑棋 那么下招棋的黑棋小剑 看上去啊 这一招棋的务数非常大 断掉了上方这个白棋 但是呢 这一招棋 还是有一定的问题 在上方 黑棋的白手 是要顶在这 非常干净 那么实战黑棋 小剑在这 在上方 李长浩 就遭到了李适时的反击 白棋扒了一招 这一招棋啊 非常敏锐 黑棋就有打吃 白棋站住 黑棋补助断里 下一招棋 白棋是从这个地方 扒了下去 黑棋这个脚的味道 非常坏 黑棋先断掉白棋 白棋脚上一爬 黑棋扒住 白棋再爬 这个地方 黑棋是要扒下去 紧接着 白棋断了 黑棋打吃 白棋在这个脚上 有一个反打 黑棋如果立下去 白棋一路扒 在这个地方 形成一个打击 那么实战黑棋 是选择的 提掉白棋 白棋从脚上 形成一个打击 黑棋先踢掉 下一拨白棋找劫财 那么白棋的劫财 找在这 那么这个劫财 似乎有点小 就是白棋 可以在这里找 也可以从这里飞 下拨呢 走这个小剑 或者白棋直接拐下去 分断下方的黑棋 都是非常大的劫财 所以白棋一路一点 黑棋马上消解 白棋吃住脚上 这些黑棋 但是似乎还是有点小 那么下一个黑棋 在脚上加了一个 白棋粘住 黑棋一顶 白棋挡住 黑棋一半 白棋退 黑棋小剑 那么黑棋小剑以后 产生两个好点 如果白棋挡 黑棋粘住 黑棋可以活棋 如果白棋从这个地方冲的话 那么黑棋呢 二路度过 那么下招白棋 从这里连接了一个 一是下一步要威胁这个断点 第二呢 将来白棋从这个地方跳起来 或者小飞 威胁脚上的黑棋 那么白棋粘住以后 本手黑棋要粘住 目数非常大 但是呢 李长浩担心 脚上的黑棋遭受进攻 于是呢 黑棋先一路打吃 白棋踢掉 黑棋从这里打吃白棋 要保证了黑棋这一带的连路 但是呢 黑棋这个打吃 还是应该站在这 和白棋在这一带展开一场战斗 黑棋打吃白棋 保证了黑棋这一带的连路 白棋冲一盒 黑棋都会去 那么下招期呢 白棋从这个地方断掉了黑棋 这一带白棋目数非常大 黑棋小剑 把这个子救了回来 那么这种黑棋最记忆的下方 还是要在这一带打入 确保下方黑棋安全 争取呢 在下方形成实地 那么身上黑棋小剑 白棋先查了一个 那么下一步这要产生断 黑棋先抵 那么下招期白棋靠了一个 确保这三个白棋的安全 但是呢 双方在这一带的刑期 始终忽略着下方的急速 这时候白棋还是应该先小心 下方这个地方可以跳断黑棋 实际上白棋靠下黑棋 黑棋挡入 白棋从上方压住 黑棋一退 白棋再安住 黑棋在顶 白棋倒下 那么下一招期 黑棋选择的是二路班 这一招期可以算作是 李长浩的败招 这种黑棋应该是 安全的爬出去 只要黑棋爬到这 那么这盘棋呢 十有八九 李长浩会取得胜利 实际上黑棋 二路班 被白棋往下一拐 那么黑棋这一带的 连路上出现了问题 黑棋先打吃 白棋站住 然后黑棋要路班 白棋先断了一个 黑棋连接 白棋从这个地方 搬了下去 黑棋只有打吃 白棋打吃黑棋 黑棋呢 站住 虽然黑棋能够活这个角 但是呢 下着其 白棋开始冲击 这一带的黑棋 从这个地方 藏了一个 这两个黑棋不能死 死掉的话 木树太大 黑棋 只有挡住 白棋 再从这个地方拐一个 威胁这个断点 如果黑棋这个时候 捕捉这个断点的话 白棋还要拐 黑棋如果退 白棋这个地方有一个小间 黑棋大致要顶住 这顿白棋可以断 黑棋 夹住白棋 白棋 往外 一尝 黑棋 打吃 这个地方白棋 有一个断 黑棋 如果挡住的话 那么下注这份有断 白棋呢 可以先跳下去 威胁 这里的黑棋 整体的黑棋 还是不虎 那么实际上的黑棋 没有站住这个断点 先断了一个 白棋 站住 黑棋一袜 也是通过这个袜 加强了这里的黑棋 但是呢 白棋没有挡 直接就 断掉了黑棋 黑棋先跳 要在下方 建立眼位 白棋 往下贴了一个 黑棋一挡 白棋跳 下边从这里 靠断黑棋 黑棋贴了一个 这是白棋打尺 现在黑棋 还没确定两只眼 黑棋一靠 那么下周期呢 白棋从这点进去 当白棋点到这里的时候 黑棋已经没有办法 做出两只眼 最终的这盘棋 李适时 中盘战胜